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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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很會做這方面的東西 我媽媽教中國節 然後她也畫國畫 然後她 對 她會做很多 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從小 我媽媽如果在教中國節的時候 還要幫忙分線 然後我也常常看她在畫國畫 然後那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媽媽有讓我去學畫畫 就是 可是也學不久 大概一兩年這樣子 然後那到了美國 我差不多1989年到美國 因為台灣的環境沒有讓我想到說 我可以走藝術這條路 從小就是覺得說 喔 要念書 女生就是念文法 然後男生就是那樣 好像就是沒有想過要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那到了美國 所以是念商 在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我的 major是 Finance 然後來到了Cincinnati結婚 然後搬來Houston 搬來Houston的時候 我那個小孩要上學 那我就是在學校幫老師佈置教室 那時候剛好有個機會 老師問我要不要幫忙 我說好啊 然後就開始 他們就很喜歡我做的東西 又本來佈置一個一間 到後來整個後衛都要我去做 就是好多老師都要我一起幫忙 那可是那做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累 而做得很開心 然後就開始想說 那我將來要做什麼 對 在那個時候我也開始在想說 等孩子長大以後我將來要做什麼 那經過一些程序 然後我就知道說 喔 我要去修課 然後剛好就是在這邊 Houston的有一個 Gracia Art School 那我就在裡面修課 那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要修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以為我是畫畫 因為沒有想過要做雕塑類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 因為學校會有規定 你有什麼必修的 要先修的 修完這個才能修下一個 所以剛開始都是2D的比較多 畫畫的比較多 直到後來我修了一個 叫Collage Assemblage的 那因為是Assemblage 所以會牽扯到3D的東西 那我那時候才發現 我很喜歡做3D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修了一個3D的課 專門教人家怎麼樣3D Design 那我覺得真的是喜歡3D 然後我就去修Sculpture 因為我修Sculpture的時候 它就有很多課程 有些是基本的 有些是專門教你鐵的 有的是木的 然後或者是Found Objects 很多 那我全部都有修 然後就這些種種就累積起來 就是我的 這樣我才有基本的Scale 去做我現在可以做的東西 因為鐵的 我就必須要去切鐵 焊鐵這些 然後所以這些都累積起來到 那我 因為它這個學校要96個Credit Hours 才可以拿到一個Certificate 那我就想說好啊 那我既然已經都修了這麼久了 因為小孩子小的時候 我只能修一科 尤其在美國 我們全 要接接送送小孩子 根本沒有時間 那小孩子是我的首選 就是我就覺得說我要專 他們是我把他們教育成一個很好的人 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 所以我的Focus還是在他們身上 那我自己喜歡的就是 就像一個Side Job一樣 等到他們越來越大 我才花越多的時間在我自己身上 就是就 時間方面 就是從他們身上 我可以Shift 越多越多到我自己的興趣上